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们 我是主持人海云 大海的海 白云的云 听起来很浪漫 其实还有苦涩的时候 白云也有自己不自由的时候 跟你们来个互动 谁是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们会员吗 如果都是我们会员 给我一个举手看一看 我还是有新朋友 还是有 给自己一个掌声 欢迎你们的参与和主持人 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第一次来的 在那儿呢就叫了 大家给他一掌声 其实啊 我也是第一次 很荣幸在这儿做主持人 那我也需要你们的掌声 给个掌声鼓励 其实我就进门的时候 我从您的眼中 已经看到好多一种欲望 有一种欲望在里面 我从您的眼光中看出 带了很多问题在里面 其实我能理解到 有人可能想NHT究竟是什么 她的运作程序 她的运作程序是什么 我们参与进来干嘛 我们邻居那个大妈都参与进来 那我是不是应该进来 大妈那种水平都进来了 是不是我进来 有点怎么样了 其实好多怪的问题 不奇怪 奇怪的是 你们没有问题 而且这次问题 这些问题 你们将在下一个段落中的讲说之后 你们得到很好的答案 我们今天来的人很幸运 我们请到了一个特别的讲员 她是我们八级大使 应该这么说吧 我是第一次理解到八级大使 我不太理解八级大使 八级大使很了不起 还有就是 她是我们的国际总监 她在这个行李 已经莫怕滚打 服务我们许多贵员 十几年了 是吧 很有幸的 我们请到她 能够对产品 公司运作 做一个完整 详细的介绍 我相信 你们今天 一定会有很多得着 究竟她是谁 她的经历是什么 我把她自我介绍 交给她自己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给这位讲员 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 有请今天讲员 李贵申老师 很开心 洛杉矶的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好 有没有精神啊 吃饱了没有 应该吃饱了吧 现在已经几点了 应该吃饭了 所以应该更有精神吧 然后所以今天大家坐在这边 不要想打瞌睡 因为下午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 为什么特别想睡觉 对不对 早上有喝我们的糯米吗 有 有 有喝我们的蜡蜜吗 有 吃我们的产品就会整天都精神满满 有没有感觉 有 有感觉对不对 我也是 我每天早上都是一杯 起床先喝糯米 喝完糯米之后 就调我的乳心 我的一罗钱 然后140c的蜡蜜下去 这就是我的营养早餐了 这个可能又没有电了 我们的磁场都太强了 一下子就把麦克风弄得没电了 对不对 我先自我介绍 我姓李名慧珍 他们叫我Jane 然后喜欢叫我慧珍老师 慧珍姐都可以 在座的各位 所以慧珍姐 慧珍老师已经变成一个名词了 年纪比我大的也叫我慧珍姐 说实在的我也不年轻了 我今年50岁 像吗 因为我儿子21岁 女儿19岁 早在25年前我就来过加州 当时来的时候是因为学业 所以我来这边念了加州学校学院 然后02年后来为了爱情回了台湾 但是尔板这边还是有房子 所以来的时候他们都以为说 我住在胡那家 我就没有自己房子在这边 所以我就住在 我住在尔板 每天这几个礼拜 几乎天天跑这里 几乎天天跑这里 然后最开心的是跟家人可以共聚一堂 然后后来我说为了爱情回到台湾之后 在台湾结婚生子 也自己本身我们家族有做蓝枕 所以我们也是红楼蓝枕机械 也是股东之一 那因为机械是硬邦邦的东西 不喜欢 所以自己呢就去做漂亮的东西 就小朋友的地图 所以做了贸易进口儿童服装 进口儿童服装 其实是传统事业 有很多传统事业的悲哀 是吗 对不对 尤其我们做的是百货公司的事业 百货公司这个靠的就是什么 顾客要上门嘛 要能够消费 消费才有钱 对不对 没有消费就没有钱了 还有你自己要去开 你自己在百货公司设柜 你要请人 然后我常常记得 常常被我们请的那个柜姐啊 就是在 在我们专柜里面上班的那个柜姐 经常被她叼 因为她一天到晚就要加薪 你不加薪第二天 晚上12点她打电话说 这样我明天不能去上班 那你知道百货公司是不能 不营业的哦 因为百货公司你不能一个柜是关着的吧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开的话 百货公司会罚你钱的 那怎么办 12点才跟我们说她不能上班 我第二天怎么办 临时去哪里找人 找不到人的时候 后来怎么办 自己顶 自己顶哦 而且把两个孩子 家里的阿姨 全部都带到百货公司去 阿姨看孩子 然后我在旁边站柜 这就是 还有传统事业对不对 那你没有去做就没钱嘛 那你关了门也没有钱嘛 在座各位有哪些是做过传统的 举个手 所以都知道传统事业的悲哀对不对 那其他的代表不是做传统事业 就是上班打工哦 是不是上班打工 是好 那大家上班打工 帮谁打工 帮老板 赚的钱是谁的 老板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创业 因为觉得我那么努力的去做事情 结果断老板的天 是为老板有打工 好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在02年的时候 接触到NHT这样一个事业 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业 可以让我很自由 因为我本身我属马 我是六六年的马 不是七八年的马 所以快我只睡了 所以因为属马 所以很爱跑 喜欢自由 你叫我每天嘛 上班下班上班打卡下班打卡 上一上一下就变一个卡字 所以中国文字很好玩对不对 一上一下就一个卡 所以你永远就卡在那里了 所以我也不喜欢上班的生活 我喜欢自由 再加上因为孩子 还是以孩子为主 所以呢 接触了NHT 我很开心 因为他够不够自由 很自由啊 我虽然这两个礼拜 都在这边马不停停的做培训 可是我回到台湾 我可以躲三天在家里睡觉 没有人知道我回家呀 对不对 我是不是时间可以自己安排 多开心啊 所以这就是喜欢这个事业的原因之一 好 那在跟NHT合作的这么多年里面呢 慢慢也帮助很多家人的健康 也帮助很多伙伴开拓市场 所以我说这个事业 当你帮助了别人 成就别人 你就成就自己 所以被别人需求 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很多家庭妇女 小时候 那个就是说孩子小时候 是被小孩子需求的对不对 孩子什么都是要妈妈嘛 那你就觉得说自己很重要 当妈妈的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孩子需要你 可是那孩子长大了 去了大学了 去了外州念书 去了国外念书的时候 需要你的时候 通常妈妈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你会发现 很大的失落感 因为不被需要了 所以为了让自己不要有那种失落感 我觉得我现在让很多的伙伴需要 我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做这个实验呢 我觉得就是替自己找到一个价值 我至少今天 在座的各位朋友 你们今天 不管你们今天是年轻的也好 或者是你们已经达到退休的年龄了 你觉得退了休 就应该是在家里单身子吗 我现在的人都很有主见 对不对 都知道 生活是为自己 生活可以更有品质 对不对 我今天生活难 就算我退休了 我还可以创造什么 我自己的另外一个事业联合 我还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价值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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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生活更有价值 我们说人生70才开始 对不对 人生70才开始 现在的人可以活到几岁 可以回到120到130岁 所以如果你今天 如果只有60岁 要去陈大哥说的 陈大哥63岁 他才活一半而已 多开心对不对 那你还有60年 60年长不长 很长60年 你想过怎么样的生活 是不是过得更有价值 还有健康都不重要 更健康更有价值 所以虽然现在我50岁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刚出生的悲哩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 所以人生呢 其实是很多的价值等着你去创造 而且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健康 这就是我们所追寻的 是不是 好但是呢 在过人生价值之前 还是为了什么 蚕米油盐酱吐茶再担心吗 有没有 还是有 这边有几个年轻的 比较年轻的 大学毕业以后 开始几岁开始工作 大概25岁26岁吧 差不多吧 25、6岁开始工作 大学毕业工作 一个月收入是多少 好我们平均好了 平均在美国 一个月收入如果有1000美金 应该不错了吧 大学毕业还是1000美金以上 因为我不晓得现在美国的那个 2000了 有2000美金了是不是 哇那挺高了 有2000美金 平均收入2000美金 2000美金 你工作几年 老板才给你加薪 有没有可能工作了 10年变成4000 不可能吧 没可能对不对 再怎么加薪 好平均也差不多是2000多一点吧 好给你一个月2000块钱的收入 一年呢 2万 2万4 我们给他算3万 不错吧 好一年3万收入 然后10年 30万 10年30万 然后你工作到几岁退休 在美国几岁退休 65 所以25到65 有40年 40年你挣的多少钱 一年3万 40年 120万美金 120万美金 不吃不喝不花 120万美金 再请问 一个孩子从出生 到大学毕业 要开销多少 有没有统计过 没有统计过 没有统计收了吧 没有统计收了吧 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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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一个企业家 给他孩子不让他上学 不让他上学 给他到了路 给他150万 说孩子就是女生纪的 创业自己 不要上学 因为在美国 如果说你们有拿到公民的话 美国小孩子 如果念小学到中学 都不需要很少钱的 对不对 可是最高的费用在大学 是不是在大学 好 那根据 我们台湾也是 我们根据台湾 小孩子从出生 一直到大学毕业 要差不多1200万 1200万台币 1200万台币的开销 包括小孩子的吃啊 还有穿啊 教育学费啊 因为现在孩子 诶 有孩子的 有小 就是十岁以下孩子的举个手 是不是除了上学 还学什么 学画画 学钢琴 学跳舞 学什么 学功夫 是不是 还要学东文 为什么要学那么多 因为怕起跑点 起步点 比人家还差嘛 所以人家学什么 你也让他去学什么 对吧 那天我的 cousin 他女儿就是高中高二了 然后让他去补习 补什么 补SAT 其实他的成绩很好 那为什么他还要去补 因为他觉得同学都在补 我明确补好像绝管 然后去出价 报名了一个补习班 三千块美金 一个补习班就要三千块美金啊 对不对 所以从小从出生一直到大学毕业 一个孩子的开销大概要四十万美金 要吧 四十万到五十万美金 还包括保险那些差不多五十万美金 那我们刚刚说你这一辈子赚多少钱 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扣掉五十万 一个还是扣掉五十万 两个还是扣掉一百万 所以不敢生 所以不敢生 还生多少 还要买房子啊 还要买车啊 房子还要当配啊 每个月要付啊 是不是 算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你觉得生活 哎呀好辛苦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个方式 我们说的 一年三万块钱 对不对 一年三万块钱 然后我们刚刚说四十年嘛 四十年一百二十万 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四十年的这个零 变到前面来好不好 也就是三十万乘以四年就达成了 怎么样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没有想了解 大海虾 大海虾 对不对 所以你看靠一支笔 我把这个零搬过来 把它移到前面 变成三十万一年 然后只要四年就可以达到一百二十万 嗯 有没有可能 有 你们今天来这边 就是因为有这个可能 还来这里嘛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聪明 我们的会员伙伴大家都很聪明 甚至每一个人年纪都 哎也走了六十年了 走了六十年了 都成精了 对不对 成精了会随随便 被人家骗的坐在这边吗 不可能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确实我们有人做到的嘛 我们有人做到一年不止三十万美金了 对不对 我们通常一个月他都有三十万美金了 一个月都快三十万美金了 甚至还一年三十万美金 好 想不想要这个数字 想啊 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个平台 借助这个平台跟他合作 那既然要借助一个平台跟合作 我们要知道趋势在哪里嘛 趋势重要 因为趋势就是什么 你不做别人都在做 所以你不做别人都在做 这叫趋势 你如果没跟上 那你就一定会被淘汰掉 所以市场的趋势 包括我们说的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 智慧型手机 还有人在拿按键式手机吗 来 举客手 有没有人拿按键式手机的 我上次问过 真的还有人拿按键式手机 然后他不当啊 可是后来真的没多久 他还是去学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孩子 就说他跟不上时代 说他要奥特掉 他为了要跟孩子跟接近 所以也要去学嘛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趋势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网络 是不是全部都是网络 是不是全部都是网络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趋势就是你不去做 别人都在做 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上的话 你肯定被淘汰掉 柯达是不是 柯达是不是 他破产了 柯达破产了嘛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有人去买相机吗 交流有相机 没有 除了专业的会去买那个单眼相机 其他大部分相机 卖相机的现在好不好做 都不好做 因为手机越来越方便 然后画素越来越高 然后现在呢 手机当相机的几乎什么功能都有了 还可以给你怎么样 修修图 还可以帮你修图 可以让你变得更漂亮 那个脸上有斑斑点点的 全部脸变得光光的 所以现在在网络上面找美女哦 不要随便找哦 不要随便找哦 我儿子现在交女朋友 我都特别交代他 我说你交女朋友 不要看上网络的 也不要看那个传来的照片 是不是 同样啊 女儿我叫他找男朋友也是一样啊 不要被照片给骗 这个要看到本能才知道 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嘛 就是笑话 网络上面 其实新闻经常有啊 网络上面网络交友 哇看到是个帅哥开心的不得了 哇谈得非常的开心 那相约一碰面的时候 居然是个兔子 对啊 有经常有听过这样的新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网络的可怕 所以 我们看未来十年 接着要怎么去拼啊 跟人家怎么竞争啊 那既然我要跟上趋势 未来的十年 我也要学着一生的功夫啊 我必须要了解的就是 第一个 我要懂得整合 所谓的整合 是什么 我有的 我有的你没有 你没有的 你有的我没有 那既然 大家都有缺一块 那为什么不互相合作 整合在一起 举例 协程网 协程网他的市值非常的高 他已经是股票上市了 对不对 他在美国已经股票上市了 然后他卖飞机吗 他自己有制造飞机吗 没有 他自己有开旅馆吗 开酒店吗 没有 他自己讲真的 他自己都没有实体的店面开旅行社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么的大 因为要整合嘛 他整合我没有制造飞机 我整合航空公司 我没有酒店 我整合五星级的酒店 我没有旅行社 我整合了各个各家的旅行业者 早期上协程网 谁经常上协程网买机票的 有没有上过去买过机票的 早期 你会发现早期去协程网买机票 或订酒店 都只是什么 他们协程网上面的酒店而已 现在你在上协程网去订酒店 他会多出很多各家旅行社的 一起给你让你去KE选择 就是他也整合了很多的旅行社 旅游业者到他的平台里面来了 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 他不用再花很多的钱去做那些 他只要整别人的东西进来就好了 再来你要懂得借 借力 我们这边借力 不仅仅是借人的力 我们还每个人都有48小 都只有24小时 对不对 24小时你工作10个小时 我可以借到别人的时间 相信吗 时间可以用借的吗 时间可以借吗 时间可以借对不对 所以我说做NHT怎么开心啊 为什么 我现在美国是白天 台湾现在还是在睡觉对不对 美国睡觉的时候 台湾是白天 亚洲是白天对不对 那亚洲白天我睡觉 那边还有人在工作 我们有没有借到他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事业是24小时不打烊的 是不是不打烊的 你24小时你全部都有人在一起工作 这就是可以借到别人的时间 还可以借到别人的力 还可以借到 借到人脉 人脉圈是不是最可怕的 每一个人的 我们说人有两本存折 一本是钱的存折 一本就是人脉存折 认同吗 认同对不对 觉得自己很有钱的举着手 没人敢举手 没人敢举手 觉得自己很有钱的 没人敢举手 觉得自己人脉存折 很很有钱的举手 你看人脉存折一定每一个都有 因为怎么样也活了四五十年嘛 不可能没有人脉存折吧 对不对 你小学生 小学生一般有三十个同学 他都有三十个人脉存折啊 更何况我们从小到老到现在 总共你认识多少人 手机的那个名片 手机电话簿里面有多少的手机 好 手机号有几个 有没有算过你自己手机号有几个 三百多个 三百多个 还有更高的 除了手机号 还有一个什么 微信 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有多少 好多 对 微信圈 迈的圈子 对不对 还有什么 Facebook里面 也是 所以这个人脉圈有没有越来越大 透过这个 这么网络的这个迅速的发展 所以你的人脉圈也不断的在扩大 再扩大 所以现在要用钱 再来赚钱的人 就已经落伍了 是笨蛋 不再用钱去赚钱 现在用什么去赚钱 人脉存折去赚钱 所以人脉存折 而且是远远不断的 人脉圈就像撞球员里一样 你撞出那个球 你可能要撞到那颗球 你还会打到旁边的其他球 这就是撞球原理 永远不知道 你会撞到哪一颗球 对不对 这就是人脉圈 所以透过人脉 我们可以去借理 再来自己要学习 人脉圈有了 你要学的怎么用 你不懂得用 那还是等于零 还是没有用的 好 学的同时 要懂得改变 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我们就说 人呢 人如果说穷 只要你的脑袋不穷 你就不穷了 对吗 只要脑袋是不穷的 你就一定是富有的 其实台 台语 有一句话很好玩的 那我要怎么翻译 我要想一下 他说 意思说 观念如果通 开门路 观念如果没有通 骑自动 听得懂 我们大哥就听得懂 对 听得懂 台语 真的 意思说 如果你观念通 你观念能够通 你就可以开奔驰 如果你观念不通 就是骑摩托车 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 反正台语 很多领语是很好玩的 OK 这本书 我们知道未来之路 是比尔盖茨写的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里面 就写了 21世纪要把电子商务 要把无相可恶 而且他里面还有一句话说 未来的一个 最成功的一个事业 是把人际网跟互联网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事业 那讲到电子商务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商务 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1993年 互联网只有几个网站而已 50个网站 93年只有50个网站 现在14年有多少网站 已经有超过10亿个网站 超过10亿个网站 意思就是说 全球能够60亿 每六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网站 所以网站网络真的是 无处不枉 知道再过10年 哪里都可以上网 电视可以上网 像电视板就可以上网 对不对 玻璃可以上网 相信吗 玻璃可以上网 一张A4的纸就可以上网 因为从韩国已经研发出来 这个萤幕就像A4一样 你还可以卷一卷放到包里面 然后拿出来摊开来 就可以上网了 哪里都可以上网 然后你框框一下就可以上网了 就是网络的可怕 对吧 然后以后照相的时候 他们就照相 只是带一个 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 只是带一个像戒指一样的一个接收器 然后你手下面一笔就是照相 只要用手笔 连手机都不用拿出来 用手笔一下就可以照相 那你一照 这个讯息马上是到接收器里面 接收器再透过互联网 直接链接到你的电脑 然后你要把它拼出来 拼出来 你没有就没有 现在还有谁把相片 去那个用相纸印出来的 打印出来的 很少了吧 除非你是要做简 包括做什么功课 需要对不对 还有谁去印那个相 照相的东西 没有了吧 我专门做 你专门做这个 所以生意有没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 因为你做的是比较更专业一点的 所以啊 因为为什么我讲到这个把相片印出来 我在大学在美国的时候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就在照相馆里面打工 帮忙就是胶卷过来了 然后你要调颜色 然后最后那个相片最后要印出来 那我们再也找不到那家店了 已经找不到那家店了 我也不想到那个老板后来看行李做什么了 因为根本不会有人再去冲洗相片 对不对 好 所以网站呢 每六个里面就有一个网站 网站太过太过多了 所以现在的财富已经从水泥砖块里面转移到哪里 鼠标上面了 鼠标点一点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有交易 就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交易了 好 让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上他的网站去打广告 然后透过很多人想要贸易 想要进口什么东西做生意的 就可以透过他的网站去找生意 所以C2C 但是马云发现C2C根本就挣不到钱 其实他一开始他也没有收费 他没有收费 他为的目的是什么 为的目的就是网罗 网罗他的什么 这些使用者 网罗这些网名 当这些网名全部到平台来的时候 他开始推出了B2C B2C就是business to customer 直接商家针对客户 所以这些在他网路上面的这些商家 开始就直接针对客户了 而不商对商 然后因为东西直接交给消费者的手里 所以挣得更多的钱 那举例就是淘宝网 淘宝网一出来替阿里巴巴马云 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钱 所以双十一 前年的双十一多少钱 前年的 去年好了 今年是15年 15年11月还没到 14年的双十一 13年的双十一 创造了一天的营业额淘宝网店 双十一是不是你们的光混节 光混节一天淘宝网店 就350亿人民币 一天 就350亿人民币 那么第14年的淘宝网店 一天变成多少 570亿人民币 可不可怕 570亿人民币 相当于一个华润无碗家 类似我马那种大卖场 在华南区一年的营业额 一年的营业人 人家一天就做到了 人家一天淘宝网 一天就做到了 对不对 可怕吧 为什么 这就是速度 所以财富 都跑到哪里去了 中国的网络的财富 全部跑到了三大巨头的身上去了 而这三大巨头的背后 都是谁在支撑啊 都是华尔街的股民 都是那些地产大亨 都是那些投资者 在支撑这三个巨头 哪三大巨头 Bandman 百度 阿里巴巴 腾讯 对不对 腾讯 微信 微信现在全世界的微信用户有多少 有多少知道吗 6亿 微信用户已经将近6亿的微信用户了 微信都不收你钱 不收吧 你用微信打电话 还不用钱呢 那他赚什么 他赚什么 你知道吗 除了流量之外 还赚什么 他所做的这些微信的这些会员 使用者 然后他开始推出什么 微信商城 开始推出微信商城了 早期没有微信商城 没有微商嘛 对不对 开始在大概是差不多四年前的时候 开始微商开始 他们开始每一个地方去打广告 每个地方去教大家怎么上网 就是当微商 透过微商 他开始也卖东西 他为了就是要跟马云的淘宝拼嘛 那现在其实微信商城 微商跟淘宝已经不相上下了 因为他的网名更多 他的使用者更多 而且更怎么样 更方便 更方便了 所以微信也推出了微信钱包 大家过年有没有抢钱包 有吗 都抢红包 对不对 抢红包 你看他从前年 开始有这个微信钱包的时候 一天 就是过年那一天 这个资金流量有多大呀 几亿个人民币呀 几亿个人民币 再挺下去 所以他赚的多不多钱 所以每一个网站的这个崛起呢 都是代表的其实他有一个循序 有一个轨迹 有一个循序的 我们叫做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节点 好 那这是一个电子商这个趋势啊 没有人不认同吧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靠着电商 就靠的什么互联网 全部都在互联网上面了 然后餐厅有没有听过 中国有个餐厅 我上次也有去 有某一家餐厅也是这样 你现在点餐 餐厅他旁边 桌子旁边会有一个二维码 那我们要做什么 扫一下 扫一下菜单就在你的手机里 然后点菜怎么点 在你的手机里面点 点好了 然后送出 送出这个菜单就到哪里去了 就到那个厨房去了 然后厨房就出菜给你 然后出菜给你 接着是怎么样 服务员就帮你送菜 那还有一种叫你自己去那边拿菜 所以我发现现在很多的餐厅呢 服务员越来越少 为什么越来越少 他节省了人力成本啊 所以将来呢 服务员的这个 这个职务啊 服务员的这个 每个餐厅的服务员 就开始要有危机逆色 为什么 以后可能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 就被互联网取代了 我们接着看 那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趋势 叫做消费联盟网 听过消费联盟网吗 蒙代尔 他在这一本书 他的消费资本化理论写到了 其实所有的投资者 所有的生产家 他今天之所以生产产品 完全都取决消费者的喜好 对吗 市场消费者接受什么样的东西 他就要去生产什么样的东西 认同吗 如果他接受这个产品越来越多的话 他就可以降低成本 他就可以降低生产的成本 他应该把这个降低成本的这个利润 回馈给谁 给消费者 合不合理 合理 当他回馈给消费者的时候 消费者获利了 他会不会持续的继续来消费 其实消费资本化理论 来自于两家商店 一家商店呢 他生意非常好 一家商店生意不好 他一直想我怎么样打败那个商店 因为那个商店 他是什么 一个大卖场 那我这个这么小的一家商店 我怎么可能跟大企业去抗衡 所以透过这小商店的老板就想出了一个idea 想出了一个点子 我让每一个人到我商店来买东西 他如果介绍朋友来的话 我就回馈点数给他 让他下次买东西可以有折扣 他如果介绍越多的朋友 他的点数就得到的越多 因为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 愿意到他商店来买东西 是不是 因为他打了免费的什么 广告 他帮忙打了免费的广告 那锁住了 他就锁住了这群消费者了 这就是消费资本化理论 因为消费资本化理论 所以我们的陈于教授也写了一本消费资本论 消费资本论说 消费原本就应该是一个投资的 而不是去消费 请问每一个人都喜欢消费还是喜欢投资 投资 喜欢消费还是喜欢投资 每天都在消费对不对 每天都在消费 消费是钱就出去了对不对 那今天有两件事情 那你是一般要投资 消费钱就没有了 那投资呢 投资是不是 为什么喜欢投资 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投资啊 为什么 投资股票 投资房地产 投资 同样的买包 买表 我说同样的买表 有的呢 为什么会选择劳力士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会选择 增值房子 因为劳力士不要增值 每一个人就会喜欢去买劳力士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消费资本论 也就是说你在消费同时 如果有另外一个模式给你是可以投资的 买房子是消费还是投资 投资 为什么 因为房子会增值 刚刚说的买表 对不对 像我以前我买选择劳的表 我老婆都骂我笨 你买这个根本到最后不值钱 你跟他不过去买一个劳力士的表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想到的是增值 买车是消费还是投资 消费 因为车每年会耗省 对吗 可是如果买劳斯来斯呢 那就增值了 嘿 那就不一定是消费了 对不对 那就是增值了 所以为什么 那一些奢侈品 它们还是毅力富有 还是百年 还是很多人追求的 为什么 因为它会增值 所以每一个人会喜欢投资 还是喜欢消费 其实都喜欢投资 只是有没有能力投资 能懂吗 如果两样 两样你都有能力的话 你会在投资还是在消费 肯定是在投资上面 只不过说有的投资标的太大了 你没有能力去投资 那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很简单的投资方式 在你消费的同时又可以投资 你觉得又不愿意 因为反正都要消费嘛 那消费脱去了 诶 我反戴了还有一个有投资的机会 那你就会去选择它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消费资本化理论 好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保健业了 这都不用说了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哪一个产业绝对是草养产业 健康 养生 养生 健康 为什么 什么事业都会越来的越什么 可能会慢慢被取代掉 只有健康会不会被取代掉 健康不会被取代掉 健康怎么取代 有不可能说我不要健康 对不对 还是我就跟着等动起来 过了那个一百年后再醒来 诶 有过这样吗 现在不是说有那种什么罕见疾病啊 没有办法治疗 好那他们现在说 诶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把人冷冻进来 然后一百年之后可能那个医学就进步到可以治疗了 所以那时候他就可以起来被接受治疗 有没有听过这样 诶 开始哦 在研究这一块哦 可是毕竟那是以后的事情 所以现在健康可以取代吗 没办法取代的 所以只有这个产业可以十年二十年 他依然是草养产业 而且他会越来越好 还有很多的产业慢慢都被取代掉了 我们刚刚讲的服务业的 就是服务人员 还有一个最危险高危险群的一个职业是什么 银行的网点 对不对 现在还有谁去银行 在柜台银行柜台去转账的 没有取钱 没有 尤其在中国里面 现在越来越少人去银行取钱 甚至转钱 全部都借用什么 网路银行 直接网路银行了 甚至有的也不上网路银行了 我那天跟伙伴 帮他买一个东西 他把钱转给我 结果呢 他说钱已经转给你了 我说你转到哪里 你的微信啊 自己看一下 他用微信钱包转钱给我 哇 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你知道吗 包括手机里面 微信钱包一转 就可以转到他那边去了 利用微信 就可以转钱了 对不对 所以银行也是很害怕 觉得现在不仅仅那个 那个支付宝跟他抢生意 现在连微信都跟他抢生意了 连微信都跟他抢生意了 这也是银行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啊 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产业 慢慢也会不见 知道吗 幼儿园 那个儿童就是那个小儿科 为什么少子化 是不是少子化 现在中国只能生一个 现在有稍微放宽了 那你们来到美国可以多生几个 但是生孩子压力很大 对不对 生孩子压力也大 所以出生人口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代表幼儿园的生意还会不会好 不会好了 所以也不好做 也关掉了很多 小儿科更是 我记得以前话 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小儿科是最热门的一科 对不对 如果要念医学院 小儿科是不是最热门的 那现在小儿科我发现 没有那么多人去抢了 都变成什么 去学什么 牙医 还有什么 整形 有没有 牙医 整形 还有什么 你说的老人 老人就是家庭 家庭医生 这一刻 时代在变嘛 我们那个年代 牙医是最没有人要去念的 是不是 牙医是最没有人要去念的 现在去念医学院 全部选的都是 整形 牙医 还有眼科 都是 这些疾病 为什么现在变成那么的热门 全部都跟老人有关 眼睛 现在发现 老人的眼睛 越来越多毛病了 对不对 牙齿 也是 还有就是老人的疾病 整形 它也是一个 因为现在漂亮啊 现在我们怕老啊 所以就去这边打一下 那边打一下 那我们不敢打 因为自从用了NHD 我就什么都不用打了 什么都不用打了 所以保健产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是保罗比尔泽讲的 他是两面总统的经济顾问 所以我们看到 保健产业是全球经济发展 最大的一个趋势了 我刚刚说 因为没有人拒绝健康 对不对 所以啦 简单结论就是 健康产业是趋势 没有人拒绝健康 那网际网路 是每一个人都会上去 上我买东西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喜欢便捷 是不是速度快 方便 我不用别人大包小包 可能在美国 还有人喜欢去Costco 对不对 Costco买一桶洗衣粉 好重喔 那是因为美国大家都有车 那如果在国内 像国内的话 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 好多大概一些 妈妈家庭主婦们 他们现在都不上大卖场 去买东西了 他说 哇那些平民观观众 还要送的钥匙 然后还要排队 跟人家什么等着结账 然后一放假 人又多 全部网路上面买就好了 买了早上买 下午就送到了 方不方便 很方便 因为喜欢不解 所以如果 电子商务又是健康产业最好的推广工具 跟载体的话 那两种趋势叠加在一起 就是什么 趋势中的趋势 所以是不是趋势中的趋势 这样的趋势中的趋势 又不是简单的叠加 重要的是 要有人消费 所以要有人消费 既然要有人消费 我们要怎么样去吸引消费者 就是利用刚刚讲的消费资本化理论 把消费者给锁定进来 因为如果我能够运用消费资本化理论 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联盟网 那这个消费联盟网 每一个人都互利 共享 大家都能够在这边享受 既消费的同时又能够投资 那能不能锁住这群消费者 就可以锁住这群消费者 这就是电子商务它带来的巨大商机 把这三种 把这三种的所有的趋势 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我们的NHD Global 我们的NHD Global N代表的是自然 H代表的是健康 自然因为现在的人都回归到天然了 所追求的 有没有发现吃的太精致了 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吃有机的东西 因为回过天然 现在的人为什么都喜欢到那种乡下 国内最流行现在什么 你知道吗 农家菜 有吧 美国可能还没有 一回到国内 你们最喜欢的就是去找农家菜 为什么农家菜 农家菜 新鲜 好吃 没有农药 而且现在鸡肉 很怕吃到外面打了很多激素 所以都要去农家菜那边去找那个 养的 对 你们叫做走地鸡 走地鸡 对不对 我们台湾讲的是那个 我们讲的是放山鸡 放在山里面跑的鸡 对 所以我们叫放山鸡 你们叫走地鸡 对 对 不喜欢吃农家菜了 因为回到天然了 然后T代表的是趋势 一个公开交易的一个上市公司 因为它有严格 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 一家公司可以做到上市 不简单 真的是不简单 而且为什么 它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我经常说 选择跟什么样的公司合作 这么重要 很重要 我不希望我努力了老半年 最后公司倒了 或者这样公司没有了 是吗 所以公司这么重要 公司很重要 我说今天我会做NHT 无非就是我喜欢组织行销 我们做组织行销 就是在修足我们的管道 管道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你今天的工作 是拿水桶提水的工作 还是在修管道的工作 传统事业 刚刚看到很多人都是在打工 我说你打工打工老半年 一辈子也不过存一百二十万 但是一旦你休息了 一旦你生病了 你退休了 还有没有钱 没有钱 因为你的桶提不动 所以你当了提水也提不动 而修管道的工作 就是你在前期 你可能很辛苦的 你在修足你的水管 修到最后 我们希望打开水龙头 而有水能够自动流下来 是吗 而自动流下来的水 那个水代表什么 就是重複消费 因为我们在修足管道的同时 每一个人都在重複消费 我的打开水龙头 自然而然就有水了 这是一个产品的重複消费很重要 第二个 我接这个水管 从哪里接过来的这么重要 如果我接的是 已经要干枯的一个池塘 我修到最后 打开会有水吗 也没有水 为什么那个池塘干枯掉 因为公司倒了 所以当然借不到水了 对不对 或是接错的地方了 公司选择的不对 所以走不得 打开来没有水 所以公司这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在台湾 台湾太多家公司了 为什么我不选择本土的公司 在国内我经常跟他分享 为什么不要选择本土的公司 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 中国人是不是很聪明 我都认为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一个明珠 对不对 所以很会耍小聪明 很会专法律漏洞 很会上有政策 像有政策 像有立策 对不对 然后绝对 中国人把它丢到哪里都能够活 都能够变 都能够赚 都能够赚得到钱 都能够生存 所以呢 正因为如此 所以本土公司 在台湾做得好野岛做不好野岛 做得好 他转投资 结果他投资失败 他可能这公司就有危机 做得不好 当然肯定倒了 所以我看过太多公司了 尤其是中国人的公司 名字呢 换了又换 倒了又开 开了又倒 我觉得这不是我要选择的 我今天要选择的就是 能够有一个永续经营的公司 永续经营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很幸运的 这是我第一家公司 也是我最后一家公司 永远不可能再去跟其他公司合作 所以只要公司不倒 我这边我可以领一辈子 我领完了 我还可以传承牛女儿 我女儿继续领 我女儿还可以传承给她的孩子 再继续领 对不对 不知道公司可以领几代 哈哈哈哈 不过你到我孙子 我觉得也非常的够了 所以这就是 选择公司的重要 因为她是股票上市公司 所以我们也受到 美国证据管理委员费所监管的 所以她是非常稳定 不能随便倒的 这个是我们的股价 从我们的股价 我们就看得出来这家公司的实力 今天我刚刚看了33块钱多了 对不对 刚看到的我们的股价是33块钱多 那正因为她的股价为什么一直在成长 因为全世界各地市场都在成长 美国也成长了 那听我们说了 美国在14年是成长30% 今年我们要成长多少 200 好 成长200以上 绝对可以的 然后 这是我们在中国现在的 各地的分公司及生活管 一直还在增加当中 我们的目的 目标 就是至少要有200个蓝箭堂生活管 在全中国 要有200个蓝箭堂生活管 这是我们进入中国的一个营业执照 所以我们在中国是合法经营的 非常合法经营的 这是我们在中山朗朗镇的工厂 因为我们因应中国政府的要求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须要设厂 所以我们也设厂了 连带一提的我们的工厂有个母婴车间 将来我们会研发母婴市场的用品 这市场也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整合了 六个传统的模式在这个网络里面 哪六个传统的模式 第一个讯息网 资讯网 很多网络可能它只是一个讯息的复杂而已 那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了 另外一个生产网 每一家新公司 自己做过公司的老板都知道 我今天开公司 我要找产品 对不对 我要有研发部门 我要去全世界找到好的产品 我才能够办 就像当时我做服装 我做儿童服装 我们也是找啊 找到菲律宾那边有一个进口商 因为他所有的礼服都是给 美国David Bridal 所引进来的这一只产品 那我们买他们的 另外跟他们的做 所以我们也找了很久 所以我们也一样有一个生产部门 可是我们生产部门 我们自己有研发团队 也是去找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另外资金网 我们不用自己成立一个银行 我们借由美国银行 跟当地银行合作 五大银行合作 去帮我们做资金的管理 就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了 我们的服务啊 我们需不需要再成绩找服务人员 不用啊 公司客服 上次不知道谁跟我讲 怎么美国公司客服 只有两个还 还一个 Sara对不对 现在多了一个Warren 两个 为什么只有两个客服而已啊 你需不需要那么多客服 不用啊 只是接电话而已啊 所有的服务都透过谁 通过会员嘛 对不对 服务会员就好了 会员带动会员的消费就可以了 所以公司很聪明啊 对不对 公司把我们奖金为的是什么 我们帮助他做服务这一块啊 所以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拿奖金啊 为什么不拿 我们服务做的这么好 所以你只要服务做的越好呢 公司给你的奖金就越高 那通吗 那通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福纳老师奖金这么高 我的奖金也高 为什么 我们两个服务好不好 好对不对 好要给我们个掌声啊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业 你要奖金收入高 就在于你的服务 对吧 所以公司又把这个服务的钱拨给我们啊 合理吧 合理 所以我们就 我们会员的身份 就在于服务营销网 我们也是这个六网合一的其中一个网 六网合一里面有这六大网 我们就占了一个网了 对不对 好 物流网 我们自己公司不用自己有自己的物流部门 我们只要跟物流公司合作就好了 那物流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透过UPS再跟各个国家的当地物流合作 就跑全世界了 是不是也节省了物流的成本 那你看这公司聪明吧 他把这五大网 加进在互联网上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六网合一 把传统的六个网全部整合了 刚刚前面不是讲吗 今天要胜出就要懂得整合嘛 所以我们公司有没有做到整合这一块 做到整合这一块 OK 这六网合一就被写进了哈佛大学 还有国内的清华大学 厦门大学 甚至复旦大学里面 都写到我们公司的模式 把它作为一个教学的案例 做一个互联网 什么叫互联网 什么叫复合式电子商务的教学案例 那我们曾经有几个大学生 就是这样子 我当时跟他分享电子商务的时候 他一看到我们公司 我一讲六网合一 他说哎呀我看过 我在我们的教科书的里面 看过你们公司 你们公司非常的牛 因为这样那群大学生全部加盟进来 因为他们都大三升 开始即将要毕业 他们想要创业 那一个大学生创业容易吗 而只要花 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有五百滴滴的套餐 只要花人民币七千块钱就可以创业了 做一个国际事业 所以那一阵子 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个雁平 他是三民大学毕业的学生 就把学校一群的同学 全部都进入他的网络 全部一起在创业 都很开心 有机会在那个国际论坛可以看到他们 那我们也在中国每一年都得到了我们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给我们的证书 那这是我们的凯倫西蒙斯 凯倫大家也见过吗 他在美国洛杉矶 因为整个公司 我们现在今年半岛洛杉矶 附近了 所以呢 以后会经常见到凯倫 凯倫也是非常棒 我们行销部的副总裁 他把全世界的产品最好的产品 他在帮我们做把关 他帮我们做把关的 好 那我们的产品呢 都是以美国为基地 最主要都是在美国生产的 因为知道中国人呢 现在很怕用国内的东西 国内的食品安全 甚至台湾的食品安全 现在都会有很大的漏洞 为什么 我觉得中国人太聪明了嘛 所以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所以你的那个食品呢 安全再怎么把关 他还是有办法游走在法律边缘 所以食品安全对国内来讲 甚至台湾来讲 是不是很大一个 大家现在吃东西都很怕 是不是 很多人都说 你们台湾不是很棒吗 台湾前一阵子才毒淀粉啊 毒淀粉 台湾的又有毒油啊 又有滴沟油啊 而且还是最大的 那个康师傅的集团 所以后来见到国内 我们都不敢吃康师傅的方便面了 他们就说 哎呀不是你们台湾人吗 一样都是中国人啦 都很聪明啦 我说的对吧 对 对哦 好我们的产品有五大特色 最主要第一个 我们产品很独特 用几款产品我们有专利的 举例阿鲁拉 火力24 小分子水 还有我们的拉皮面膜 还有我们的普洛特乳酸菌 都是非常独特的 然后独特必须要有效 因为现在人都没有耐性 用产品没什么耐性 你又用这个觉得好像没效 用一个礼拜没效果就完 就别夹了 对不对 用一个月没有效果 别人跟我说哪里好 我就去用哪里了 所以产品要不要有效 绝对要有效 我们的每一款产品 你去试用它认真的用正确的用 基本上一个月都可以看到效果 认真的用都可以看到效果 但是你要完全的好 一定是三到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那有效就会有回购 对不对 如果没有效果就没有回购性 所以产品的选择很重要 对不对 我刚刚说的修竹管道最后 是要那个打开水 那个水代表就是重复消费 如果产品没有效果 他会再消费吗 不会 举例 有人卖的是那种床 一张床 好贵阿 人民币就要那个 财币要二十几万 人民币就要八万块钱 一张床八万块 来回去 你不会要睡一辈子才怪 对不对 我们还有什么媒体内衣 媒体内衣 一件内衣 人民币八千块钱 他穿三年穿到破 他才可能换 你有重复消费吗 没有对不对 甚至有些公司做什么 旅游 首先先听难道 旅游 你觉得可以当产品吗 你没事一天到晚去旅游 你一年可以旅游几次 所以你重复消费有几次 能有几次 对不对 所以产品的重复消费 非常重要 如果产品没有重复消费 这家公司赚什么 你赚什么 认同吗 所以选择产品 一定是选择高消费的 我们的果汁快不快 快 我们的蜡蜜 我们的活力二十四 用的速度快吧 很快对不对 我们家糯蒂果汁 大概是三天一瓶 你们家也三天一瓶 自己喝 自己喝就要三天一瓶 我们家是全家喝 全家喝三天一瓶 我看胡娜老师喝蜡蜜 他们家大概蜡蜜 应该是两天一瓶吧 因为他很需要精神 对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呀你们有钱啊 你们才会用才能用的这么快啊 我们舍不得用啊 所以我们一瓶打批用一个月 有没有这种人 有 可是问题是 对 我们用的是免费 所以我们大量在用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是要大量的用 钱就来了 还是等到钱来了再大量用 大量用才有钱 不同概念喔 很多人觉得说 我等用钱了 我再来大量用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你永远没有机会 他会大量用 你如果今天大量的用 你就会有钱来 那你会不会去大量用 会 为什么要大量用 因为你快速的改变 你觉得会变得更健康 变得更漂亮 变得更年轻 这时候你的朋友 就被你吸引了 他就被你影响了 为什么你变漂亮了 为什么你变健康了 为什么你原来是病炎炎的样子 不一样了 他会不好奇 当他好奇的时候 他就被你影响 开始用产品 所以我经常跟伙伴讲说 你要大量用 要大量用 这舍不得用 那当然不会有改变 我们这边有太多有改变的 当你一改变 生意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要先想 好 钱就绝对会来 好 有回购性 所以所有产品都是趋势性 抗衰老为趋势的 市场性全家大小都可以用 如果没有符合这五大特性 基本上这产品他走不动 因为产品是一家公司的命脉 对吗 产品是你的工具 如果产品没有这五大特性 你做市场会很辛苦 会很辛苦 这样就懂得去做 做比较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产品呢 有这几样 健康产品系列 有这几样 有诺莉 小文字水 下面 那个烟红跟 尔和达米 目前这个是只有在中国有 其他地方没有 这几样 还有我们的诺莉果汁 这个刚刚 我们看影片也看到很多的见证分享 对不对 包括诺莉果汁真的是最基本的 为什么最基本的 因为在新疆卫士里面 也有个中医师在讲到诺莉果 他里面有一句话 他就说 如果我们细胞里面 没有赛诺宁这个酵素的话 我们细胞就会一连串的瘫痪 瘫痪掉 就意思说细胞就会凋亡 细胞就没有国月性 就没有活动性 他就瘫掉了 所以赛诺宁对我们的身体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有这个赛诺宁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诺莉果里面 他唯一在诺莉里面 有的一个 就是找得到这种酵素的 他是一个活性的酵素 也是一个氦性酵素 因为他可以被依附在变形的蛋白质 也就是说变形的细胞上面 帮助胸部 把细胞胸部回来 变成正常的细胞 让你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性 也就是说他可以帮助你代谢排毒 所以经常喜欢吃药 动不动气 水癌是什么止痛药 什么那些 你身上有很多药的毒性 你必须透过这个赛诺宁 帮助你做代谢 把毒性带出去 再把毒性带出去的同时 你会有几种好转反应 记住哦 看看你的朋友 也要告诉他们 身体经常会发痒 出疹子 就代表你可能小时候吃过多的抗生素了 你要利用魔力把它带出来 因为你希望你的身上是有毒的吗 这些毒素腿积久了 开始你的细胞又会去变脑 本来今天想要拿几张下面下下你们的 有看到那个口腔癌呀 乳癌呀 肝癌呀 我有好多那个照片 可是想说 哎呀有心朋友 好好下你们 还是别下你们 好这是一个实验 有赫诺利跟没赫诺利 尤其是吸烟的男性 在座应该有些男性 男同胞们是有抽烟的 有抽烟的男同胞们 不赫诺利 可以帮你的那个背部的那个胶油 那个烟的那个胶油可以消掉的 可以那个把它排掉的 好再来就是我们的活力24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他有五项的专利 现在在申请当中 已经有膀胱的耐力已经申请下来了 所以我特别要介绍的几样产品 都是有专利性的产品 因为我们是要做市场 其实在美国 我们大部分美国产品太多了 对不对 美国健康产品太多了 所以在美国的华人 我觉得有个特性 他们今天会参与公司 会想来了解 大部分都是想要他的机会 商业机会 想要看看这样公司 有什么好的平台 有什么好的机会 我可以借力 我可以在这边 可以多挣一点钱 因为我们来到别人的土地 要生存 要生活 都不容易 是不是不容易 所以产品上面 我们就大致上这样子 聊一下一些有专利性的产品 这款产品 它是藉由提升我们的肌肉 帮助我们细胞的活化 在ATP水平的一个平衡 达到一个健康 这是我们使用者的一个见证 左边是没有使用前 右边是越用越健康 越用越漂亮 能一漂亮的就有信心了嘛 就有自信了 当然你的身体也变好了 我们时尚生活系列 我们的ARULA 我们的ARULA就是我们拿全球的段力 目前只有我们公司的平台上面买得到 一氧化氮的作用原理 平衡我们的八大线体 好 然后ARULA的保养功效 就是平衡我们的内分力 调节我们的身体机能 延长我们女性的生育能力 还有改善我们更年期的不适 还有维护我们身体 只要是血压高的人 都可以使用ARULA 可以帮助调节血压 好 这是我们使用ARULA的一个见证 还有 男性穷性激素过高 容易掉头发 ARULA也会帮助我们的 帮助他长头发 这是我们的案例 美龙护部系列 在美国最主要我们推的就是 拉皮面膜 棉手术拉皮面膜 还有我们汉方草品系列 这个目前在美国并没有上市 这些产品都非常好 那这些产品很好 我相信我们应该也有 会员用的很好 我知道在做的 好 除了刚刚我们看影片 看到很多人都是用字节见证站 是我们拍摄下来的 那我们听一听实际的案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谁想要分享的 给我们分享一下 来 来 给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 那刚刚还有谁要帮我们分享 诶 我们的Po要帮我们分享了 来 我们请Po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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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看到好用的同时呢 我就买了 买完以后呢 我儿子正好那几天 他就是反复的适着产品 咱不知道是不是有缘分啊 他在学校他有时候摔摔了一跤 腿摔的皮肉都掉了很下沉 我就用那双双锁给它插 插了很疼 然后他就说要用阿鲁了 用阿鲁了 那天是下午用的 第二天就干皮 因为他摔的特别严重 干皮以后呢 不到两三天 九天长得就好了 然后过了不到半个月 他在家里边摔的凳子上 眼睛摔坏 连皮带肉全没 大家知道眼皮毛细血管特别稀 不容易止血 特别总 我上美国医院 我也找教训了 美国医院花了七百多 什么没干 就给我插了 就给我弄点双锁 双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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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点药刷上医院 弄点眼药锁 什么没干 我回来我就 我这看这怎么弄 我还想大路了 我就晚上 那一晚上我就没睡觉 我就拿到某锁 慢 配着我们这个诺底 喝 没用三瓶就好了 当时他摔的特别严重 当时有的朋友 可能见了我儿子 今天还没来 我那个朋友必有 他是和我 和我一块儿 领我儿子去医院的 当时有见证 那个时候也是 心情过往也就没照相 其实照相就好了 这个是阿鲁拉这个 我儿子 对 看不看到他 这个就是阿鲁拉 刚刚他摔到 两个礼拜前 刚摔到是这个样子 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看到他们第二天的时候 看到他们第二天的时候 是这样的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所以阿鲁拉 这是谁啊 我儿子 你儿子 这是两个礼拜前发生了 那女儿是整个脸 她也就 对她那样子摔伤 我女儿是骑身摔伤 然后一天她就整个 就消肿不肝 一个礼拜 那整片就这么拉 她自己就不掉下来 一点痕迹都没有 那我女儿的相片 我到时候再弄下去 现在老师说 用不上去 我今天讲这个 其实只是阿鲁拉 起的一个作品 她大的作品 还有别的 这只是起到了她 硝烟愈合的作品 那么阿鲁拉 我们太太用就很好 从她脸色 她以前是做按摩行业的 按摩综艺都知道 她把人的毒 拍毒以后 就吸着自己体内 脸色特别差 而且本身身体就不好 然后呢她就用阿鲁拉 人想漂亮 就身体好变得漂亮 她马上就起到笑了 召唤她的朋友 有妇科疾病 然后用这个阿鲁拉 用很好 她又把这阿鲁拉呢 又给她老公用 套老公用完以后 套老公自己说了啊 跟我太太朋友说 跟我太太朋友说 这阿鲁拉怎么还能 提高新生素质量 就不是玩笑 然后这也确实 咱们 不是有一个两个人 这么说 但是我没用 我没事 咱就说这个 确实是有很大作用 然后呢 这个我主要讲 还想讲一款产品 就是Travasion 因为当时用 因为我当时没看得起 因为刚开始我不懂 我加入了以后 我说她平常这么小 这么贵 这都不上算 没有哪位上算 但是她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我 我在用的同时 我去研究 我去看 她是有几大重量水果 她的孩子成分特别高 我也建议 有孩子的家长 如果说小孩 要是有感冒 有钱包 或者是有这种呢 要大量服用 这个Travasion 她有个小炎的作用 因为她 她里面含一种 就是西印度 群岛的真叶金桃 她的维生素特别高 全世界 还有人做最高的 这个水果 她是柠檬的六十多倍 是柠檬桃的二十七倍 所以维生一高 她就能抵抗这个感冒这个 我儿子从去年 也就服用了半年吧 我感觉这孩子 就是服用这个以后呢 确实 不管从个人来说 因为我儿子 不爱吃蔬菜 不爱吃碎果的 就从这方面 自己家长能看 能看到她的成长历程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公司产品 这只是简单说了两种 我们公司产品 确实还好 还像辉志老师说的 我们想做这个事 必须得先用 你都不用 一什么就听人说 你没有发言权 只有你用了 你真正体会到了 才能有发言权 才能使这个产品 能更好地介绍给别人 同时呢 我们又能挣好钱 就这么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那个啊 海云听到兴奋度了 听到她忘了 那个东西很好 对不对 刚刚有没有心动的想要买 那想要买 怎么买 因为海云兴奋了 所以她不知道说 还要继续我们要讲 怎么买东西 这么重要 买东西重要吧 重要 对不对 然后买东西呢 除了买到好的东西 可以自己用之外 那如果 那你东西可以用到不用钱 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为什么我刚刚讲的 我跟胡娜老师 很大量的在喝 你们说 你们大量喝 因为你们喝到不用钱啊 我们确实 我们现在用产品 已经用到不用钱 所以当你用到不用钱的时候 就产品 会更大量的用 那你更大量的用 钱就来的更多了 是吧 所以想不想知道 怎么样去买东西 我怎么样把产品 用到不用钱呢 我这边呢 我们就先不用PPT 再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我十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获利讲完了 所以你说这家公司的获利简不简单 很简单 你等下听我花十分钟的时间 我就把获利讲完 讲完了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 这么简单的制度 你都还不懂的话 那我会给你个建议 不要去听其他家公司的 因为其他家公司的 你更听不懂啦 得听一个月 得听一个月啊 真的 这是我们的经验 好 那我们公司呢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产品很好 你想要成为会员 那你就直接在线注册就好了 因为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什么目的呢 就是想要绑住大量的消费者 在我的平台里面 而能够不断的重复消费 认同吗 所有企业都一样 都希望我的消费者 在我这个店里 经常的来消费来消费 那可是传统事业里面 能不容易做 不容易 因为你没有给到消费者好处 没有给到消费者 一些能够吸引他的地方 消费者他是不忠诚的 所以他也可能在别的网店买 他也可能在别的商店买 所以来到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公司呢 很简单的 当你想要买东西 你只要在线注册 透过介绍你的朋友 你直接在网络上面注册 一注册之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ID号 假设这是你 你的ID号 我们现在已经100万的会员了 对不对 那ID号就是你会有一个编号 你的会员号呢 现在100万 假设你是6千 欸 我们已经100万 6666好不好 好不好 对不对 各10百千万 10万 百万 给你五个六 好不好 给你五个六 你如果是100万 你666666 我们现在已经到100万 差不多2万多号了啦 那666667 不一定在美国 你在美国注册 你就有一个编号了 如果下一个人在台湾注册 就跑到台湾去 所以我们是一个编号 跑全球 那你这个编号 给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买到产品 终身拥有产品最低价 这边是66折 你可以拿到产品的66折 那拥有产品之后 你可以不限次数的上网 去买东西 我们今天刚刚产品讲得很好 对不对 但是我对不起 我们自己不卖东西 我今天来到这边 也是没有卖产品的 不是说讲完了 你问我说 徐先生老师 一瓶洛丽多好钱 我可不可以带两瓶回去 我说no 对不起我没有产品卖给你 因为是谁卖给你 是公司卖给你 不是我卖给你 所以你直接注册 在网络上买 因为我们是电子商务 所有的一切交易 全部都在网络上面 你跟公司达成一个什么 关系 所以你买的产品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 1250BV加谋进来 我们就是终身会员 这是终身的 不需要缴交网络管理费 不需要注册费用 不需要会员费用 这1250BV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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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一个点数 叫做BV 1250BV的产品呢 是让你直接可以拿到价值大概4千块钱 差不多4千块钱 对不对 4千块钱的市价的东西 因为打了66折 所以你大概是花多少钱 等下事后告诉你 因为这边美金我们只要不知道 1250BV的产品就是一个终身会员 终身会员之后 你就进来了 我说我们叫做一个消费联盟网 对吗 一个消费联盟网 所以你进来 你就参与了消费联盟网 所有的人的消费积分 举例 你加盟进来 但是你并没有启动 你可能只是个消费者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人他只是爱用魔力 他并不一定要去经营他 可是他有没有参与在这个消费联盟网里面 有对不对 他也是消费联盟网里面的一个成员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网络里面大家都在消费了 所有人都在消费 你就可以享受你自己的消费积分外 你还可以享受什么 比你后面进来消费的消费积分 所以透过你的所有的网络串联 下面就有人消费积分就进来了 消费积分就进来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消费积分 就算不是1250积分BV 你也可能是500BV 也可能是100BV 他是自由的去消费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成为了会员 注册 成为会员 第二个 你看到所有的积分 你打开网络一看 怎么我自己都没有进这个事业 我居然可以拥有这么多的消费积分 可能2万BB 可能1万BB 都跟你有关系 而这些BB 做什么用 这些BB是美金喔 全部都是钱喔 这些钱 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我们在投资 投资一个什么 电子商务的一个网络 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他是会增值的 他不断不断每天都在增值 每个月都在增值 每年都在增值 你的积分永远把你累积在这边 这些积分叫做 应付未付款 什么叫应付未付款 也就是说 在你的这个账号里面 你可以存有这些积分 终生都存有这些积分 等着你把积分 变成现金给你 如果有机会把积分变成现金给你 好不好 因为这都是美金喔 好不好 想不想要这些积分 想要这些积分 所以我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 我开始可以 影响别人 也来消费 好 我说的 我不是叫你去卖东西 我们今天公司 也不是所谓的什么 跟安什么一样 跟安什么一样 要你去卖产品 我不要你去卖产品 你所有的产品买了之后 我希望你大量的用 因为为了你的健康 为了你的消费增值 所以你必须去用产品 用产品之后 你影响朋友 也进来消费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们影响别人消费 所以这时候 你开始影响带动 你第二件事情 你只要带动 两位朋友 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会员 带动两位朋友 跟你一样做同样的动作 你就成为合格会员了 这时候成为合格会员 有什么好处 我们有第一个好处 第一个奖金 10%的介绍奖金 也就是推荐奖金 举例呢 我开始带动了我的朋友 左边带动了一个A朋友 他买了1250BV的产品 也跟我一样 公司给我BV值的10% 那就是多少 125 这时候公司会给我125 美金 好不好 好 我说要至少带动两位朋友 所以我一区 因为我们走的是两区 所以我一区带动一个朋友 另外一区我也带动一个朋友 我的朋友 可不可以都在这里 电脑里面 因为这边可能 因为消费联盟网里面 已经有人站了位置了 所以你的朋友 只能往底下摆 我带动了一个B朋友 他也买了1250BB的产品 这时候公司又给我10% 多少 125美金 所以当你成为合格会员的时候 你就会有两个朋友的带动之下 他们的10%加起来 假设每一个人举例都是1250BB加模 你就乘以2 就马上拿到250美金了 是不是马上拿到250美金 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推荐奖金10% 这边有没有问题 简单吧 如果你有第三个朋友怎么办 可不可以介绍 可以 公司说至少带动两个朋友 当然你有三个朋友 我们刚刚说每个人的人际网络 是不是都很丰富 每个人的卖圈都非常大 每个人的卖圈都非常有钱 所以我肯定有第三个朋友 所以我当我第三个朋友 我怎么办 我只能往下摆 我只能往下摆 不管摆在哪里 因为我电脑里面 这都没有位置了 除非我钻个洞 但是电脑不可能钻个洞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往底下摆 我又往底下摆的时候 我可能摆在这边 C朋友 又摆在这边了 对不对 这个C朋友 他也是1250BB 如果是你自己介绍的 这时候又有百分之 又拿了125美金 对不对 对 那你说这些人 都是我带动的 我直接拿百分十 能够理解 那刚刚讲的消费联盟网 这些人我不认识的 我能不能拿到他的奖金 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你一样拿到他的基分 像C朋友 如果他在介绍朋友 他从台湾来的 所以他介绍过去台湾了 台湾那边 又有人 因为台湾跟日本很近 所以台湾人 又认识了很多日本人 他又介绍回去日本了 东京 这些基分可不可以跟你有关系 可以对不对 我另外一去 因为有消费联盟网里面 又有人 因为这边很多国内来的人 来了一个北京的 所以他回去 介绍了一个北京的朋友 那北京朋友 开始用产品 影响朋友用产品的时候 北京的市场跟你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时候 两金 会合 哇 产生巨大的火花 市场就两金会合打开来了 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 那C跟A有什么关系 也有关系 C跟A不认识 因为全部都是你的朋友 A不认识C 对不对 可是C所有的业绩 也跟A有关系 也跟你有关系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那C跟A是什么关系 C跟A只是安置的关系 你把C安置在A的下面 那A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 我正要说 我们的下一块奖金 哈哈哈 A有什么好处 对 结束以后再问 A的什么好处 我刚刚讲的嘛 透过这里两根线 你的A朋友 甚至你这边不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或者是你的B朋友 串联下去 我们的第一个优势 全球串联无限带 没有limit 全球串联无限带 不管到全球的哪一个国家 哪个地区 所有的人消费积分跟你有关系 为什么 我刚刚讲的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联盟网 消费联盟网很可怕的 简称就是团购 所有的人在这里面 透过这消费联盟网 你开始 你的二变四 四变八 八变十六 十次的被增以后 十二次被增以后 四千多人五千多人 像布达老师现在四十几万人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团购网 所有人开始在用产品 所有积分通通跟你有关系 有关系就是最大的一个奖金来源了 好 最大一个奖金来源 哪里 我们讲一个百分之十 另外一个就是全球串联 叫做全球分红 全球的组织分红 透过两区 左右两区 当你一区我们画一下 一画一分为二 左边当然就是左区 右边就是右区 当一区有1250BV 一区有2500BV OK 或者是这边2500BV 这边1250BV 电脑会帮你选 哪边大 哪边小 不一定 1比2 2比1的比例 这时候叫做一个cycle 每一个cycle 我们就给多少钱 250美金 周节周礼 250美金 好 举例了这是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 当我碰到1250BV 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 拿了250美金 是吧 我刚刚讲的一个 我要带动两个朋友 成合合会员 我开始拿这250美金 如果我只带动两个朋友 我这边带动的 就拿了250美金 对不对 再加上这250美金 我一次就可以拿到500美金了 这边 了解 好 我们继续往下讲 因为 第二个礼拜 假设我这边有2万BB 我这边没有 0BB 我能不能拿钱 请问 拿不了 拿不了对不对 为什么拿不了 因为一定要是2500的基数 这边是没有 所以我暂时拿不了 暂时 只是暂时的拿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又有一个什么 我们的强项 就是我们的业绩保留 夫妻民 他保留 一辈子都能保留 就像我讲的 你可能只是个消费者 这些消费联盟 所有的积分 一辈子都把你保留着 这边的意思也是这样 我虽然拿不到钱 但是我保留在这里 这一周 我下一周 我下一周 又过了一周了 又过了一周了 我这边如果 我这边产生了1万BB 那我这边 再努力一下 找到一个不错的朋友 分享到北京去了 所以北京速度很快 这边也产生了1万BB 我可以拿多少钱 如果我没有上周的2万BB 我1万对2万 2比1 1比2 我这边拿掉2万分 来碰这1万分 我可以拿到几个循环 8 8个循环 1万除以1250 8倍 对不对 我这边取出2万除以2500 8倍 8个循环 我的第三周 就可以拿多少 258 2000美金 当你一周有2千块美金 觉得怎么样 我刚刚讲了 一个月才赚2千块美金 我一个礼拜就能挣2千块美金 很容易 很容易 对不对 因为世界有什么 巨大的消费联盟网 运用团队的力量 不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个事业 因为我想要凝聚的就是大家所有的力量 诶 再是不是还有剩1万BB 再继续累积到下一周 所以全球灿年无限代 业绩保余不尽命 不会多长时间都不会消掉 多长时间都不会消掉 只要你是合格会员 只要你是合格会员 你是终身会员 多久时间他都不会清掉 都不会消掉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看上这个平台 为什么 所有的大企业 所有的有钱人 是不是都靠系统在赚钱 是不是都靠系统在赚钱 认同吗 比尔盖茨他也用系统在赚钱 因为他的微暖就是他的一个系统 对吗 台湾的首富郭台宁 他也是靠着他的系统 他的团队在赚钱 今天郭台宁可以去度假 他可以去结婚 生孩子什么的 他的系统还是在弱 微软也是比尔盖茨 他开始要做什么 他的公益事业 他做他的公益事业的时候 他的微软公司还在继续的 在运行当中 这就是一个系统 既然知道都是用系统在赚钱 那现在有那么好的一个系统平台 我们为什么不去借用 既有这么好的系统平台 大家都成为里面 只是消费者又是经营者 又可以影响到很多朋友 进来这个消费的联盟网里面去消费 因为产品好 所以他又不断不断的重复消费 这就是我说的修足管道 管道修足好代表的是你的系统修足好 对不对 系统修足好了 打开水龙头 水自然而然就流下来 所以系统很简单 第一个做四个动作 第一个你成为会员 第二个你带动两个朋友 赶快成为合格会员 每一个人每一个月 只要带动两个朋友 12次的倍增之后是4096个人 两区加起来是8000多个会员 8000多个会员 第三个你要懂得 帮助下面的人也能够成为合格会员 你帮助别人也成为合格会员的同时 下面的人是不是能够独立作业了 所以你的系统自然而然就自动化的生产线出来了 我刚刚讲到 美国这边台湾那边在休息 我这边在工作 我当我回到台湾 我在台湾休息的时候 等于说你们在工作 我相信这是我最后一场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在美国的时间跟大家分享 可是当我回去台湾的时候 你这边还是会有人上台继续分享 对不对 这就是我已经形成了我的自动化生产线 所以你说这个平台帮不把 很棒 因为今天来到洛杉矶 能够来到美国的中国华人 全部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才能够来到美国 能同吗 全部都是人才才能够出来 来到美国这边 那既然都是人才 我们就是要网络所有的人才 在我们的消费联盟网里面 集合一个巨大的力量 这一个巨大的力量 让大家都能够人脉串联在一起 资源共享 而形成这个巨大的消费联盟网 我们讲的 今年美国的业绩要翻200倍 要成长200倍 那成长200倍 因为我们的公司 这个就是一个积分师 因为我们的公司 在那边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分店奖励的部分 因为如果是单区 你说我没有做 但是我一不小心 我介绍了一个A朋友 这个A朋友非常大 他便宜让他做下去了 直接举实例就是像胡娜老师 他的推荐的人 并没有经营这个事业 是一个非常好的经营者 可是他哪里知道 一推荐胡娜老师的时候 胡娜老师批他把他带到中国去了 所以胡娜老师是他的第一代 胡娜老师在介绍下去的叫第二代 建国老师他第二代 建国老师在介绍推荐的人就是第三代 这三代内公司额外的 即使你一区没有业绩 但是公司还会给你所介绍 第一代的百分之十 第二代百分之十 第二代百分之五 第三代百分之三 的额外收入再给你 因为他要感谢你 你推荐了好的人才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什么 挖掘人才 对不对 因为这些人才 当他的收入公司 还会额外再给我 那我们再看 第五个 我们的国际融险奖利计划 我们的公司有1到9个级别 刚刚也介绍了 我是八级领导人 我们的胡娜老师 是九级的领导人 我相信我会更多的领导人 全部都出来 因为藉由这个9级的 这个国际融险奖利计划 公司额外还有给1块钱 1块非常大的一个奖励 额外的奖励 现金、旅游、汽车补贴 还有我们的什么国际论坛的参与 还有免费的住宿 很多的奖品奖励在里面 重点是我们要提到的 当你成为7级的领导人 这是没有一家公司有的 只有我们的NHQ国伦伦伦做得到 因为它是股票上市公司 它可以协助国内的任何一个人 甚至在这边的任何一个小朋友 孩子可以在美国念书 在美国念书 额外再给予助学金 小学一年级到十二年级 每个月一千块美金 大学四年每个月两千块美金 研究生每个月三千块美金的助学金 就是你的奖学金给到你学费的补贴 最重要的是有钱但是没有问题 大家都可以有钱来念书 但是你想要留在美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外国人要留在美国 你必须要有正当的工作 有公司愿意帮你办身份才能留在美国 所以我们公司也愿意为你的孩子 想要留在美国可以到公司去实习培训 公司帮你办身份 这就是没有一家美商公司 上市公司他愿意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们公司的大格局 这也是目前在国内很多人想要为什么在NHT 想要努力的在这边创业 藉由这个平台他们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来 给到更好的生活品质 更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互联网的一个趋势 其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商网络 可是往往中国的网民 网上购物的远远不仅美国 美国整个网上购物的人口 已经有75%以上 而中国的网上购物人口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是不是代表的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商机 是吧?大家都是从国内来的 从台湾来的 台湾也一样 在中国也一样 我们今天想要的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事业 你想想看你要投资多少的钱 才能拥有一个全球的事业 不容易吧? 而今天你不过投资一个终生一辈子就投资这么一次 因为他不要求你每个月去消费 他只是要你用到便宜的东西 为了改善你的身体健康 好好的准备半年的产品 改善了健康了之后 你的生意就来了 你的生意来了你自由的消费 他不强迫你的 不强迫 你看也不投资 但是你一定会去消费 所以呢 我们公司目前呢 已经超过一百万的会员了 我们叫做一个冲破点 公司呢 超过了一百万之后 他接着要到一千万 他会有一个冲破点 会有一个爆发点 爆发点就讲到了这个梅特卡夫的一个法则 梅特卡夫法则里面 他有一个节点的一个说法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客户 当他认同一个网络平台的时候 他的速度开始是回报是倍速的地震的 举例说一个网络公司 当他开始形成一个架构一个网络平台的时候 他势必他要有产品对不对? 他产品当有一百个客户去购买他这个产品 代表这个产品还可以 至少有人接受 当他有一千个客户在购买产品的时候 代表你的方向是对的 我走这个方向是对的 有一千个客户了 小米手机为了他的第一千个客户 半年投资了两千万的人民币 为了吸引别人上他的网络平台 来看小米手机 来买小米手机 所以现在小米开始卖什么? 卖房地产 卖空间进化器 什么东西都在开始卖了 针对他的小米用户 推出很多的优惠 因为他已经有什么? 超过了几十万的小米用户会员了 所以当一家公司开始有十万个会员的时候 代表公司开始挣钱了 当他有一百万会员的时候 代表公司进入了一个什么? 非要期 暴增期 所以我们公司已经超过一百万的会员了 一百万到一千万 不需五年的时间 因为已经开始暴增了 已经非要了 已经冲破期了 所以我们公司呢 从我们的八八年 我们的七八万顾客 我们的七八万顾客 是在09年代生的 而八十八万 增加十万顾客 是在13年代生的 所以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增加十万的顾客 而八十八万顾客到一百万的顾客 只用不到两年的时间 从原来的快四年到不到两年的时间 因为是不是倍数 说明的是刚刚梅特卡夫的一个法则 对不对? 有没有符合梅特卡夫的法则? 用倍增的速度开始在成长 所以你就知道 刚突破一百万个节点的时候 要到一千万因为是倍增 要不要五年? 不需要五年的时间 我们透过这几个月 会员在发展的速度 就很明显的看到 几个月的时间发展了两万 又几个月的时间 又开始又会再增加到四万 增加到八万 马上又很快的又突破了一百万 所以这就是一个机会 今天呢 我们RHD公司正在这一个快速成长期 它的快速成长期 我们在这里要进期 快速的要进期 代表着这个市场会越来的越饱和 越来越多 一个大蛋糕还没有人在开始分的吃 你现在去分 是不是你可以分到更多的市场 更多的蛋糕可以吃 对吧? 你要等到大家都是NHT的会员了 你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来不来得及? 来不及 你的机会当然就变小了嘛 自然而然就变小了嘛 因为很多人还没听过NHT 还很多人没听过ARULA 还很多人不知道 茉莉原来可以找两项有机认证的来用 透过今天来到这边的一个机会分享 我希望你们真的看得懂 因为马云说很多人都输在什么 我们再下一张 马云说啦很多人都输在哪里 对新的事物第一个你看不见 第二个看不起 第三个你看不懂 当你看懂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了 记得今天慧珍老师在这边跟你分享 明年或者是今年五十月在来的时候 可能你那时候如果想再看一次才看得懂的话 你的市场又去掉一大半了 因为洛杉矶的华人区其实是非常小的 圈子非常的小 是不是 所以我经常跟伙伴讲说 赶紧要跟你周边的人脉 你的人脉圈赶快去分享NHT 分享ARULA 分享产品 为什么我不希望你们来到现场 来这边认亲戚 认朋友 哎呀怎么你什么时候加盟了 你都没跟我讲 我正想去找你了 怎么你就已经加盟了 来不及了 是不是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昨天这几天也是不断的 在跟很多朋友的分享 然后讲的讲的 谁也认识谁谁也认识谁 我觉得这个圈子真的太小了 讲来讲去大家全部都认识了 昨天晚上去那个ARULAX那边去分享 那几个朋友 因为全部都是做美安的 所以他们进来 你说也认识Wendy 也认识Sophia 谁都认识 但是人家已经开始跑到前面了 他们还没有进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速度 速度真的很重要 希望今天你们真的听懂了 看见了 也看懂了 然后不要来不及 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月要固定消费吗 不用 不用固定消费 如果不固定消费 分数你要保留 下面的列迹你算你的 全部都算 OK 全部都算 不用 好 请问 拜登两位合格会员是说 都是1250分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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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公司非常的新化 好 其他问题我们可以私底下 我们来讲一下 来 我们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1250分数那个PUE有点识别 就是进来的时候 好 谢谢